各位弟兄姐妹 晚安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我们每个礼拜二下午 校目同工都会开会的 今天我们当然也就开会了 下午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对各样的事情 有一些讨论 其中一项就是对复活节 刚刚过的主日的一个聚会的情况 有一些分享、检讨等等 我们非常感恩看见复活节 在中文堂这边 有澡堂 有青年事工的团队 包括青年牧师 还有青年学青的师班 学青的招待 带学青的各种侍奉的同工一起合作 带领这个敬拜 真是感恩啊 看见下一代 看见这个棒子的传承 愿主纪念祝福 然后又提到第三堂的时候 好多的合作 留在原位 他们也能够顾好 也能够顾到自己的事工发展 在祖宗里面努力 这种家长的心理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不只为同工团队 在预要传道带领下的 好大的一个同工团队 也是为家长们的心理来祷告 使得家人、家长、儿、孩子们、孩子的事工团队 各方面合作 于是就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愿神的名、的荣耀更重要 我们的下一代要兴起 那么儿童事工是非常重要的 请大家关心带导 我们现在来祷告 谢谢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发展儿童的事工 恿求主的亲自引导 让儿童的事工 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继续的成长茁壮 让事工团队 也让家长有美好的佩搭 于是我们的下一代 在家人的殷切栽培中 在同工的负责带领之下 可以一起并进 使得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在耶稣基督中恩典里面成长 愿主带领 让他们从小走在主的道路当中 到老也不偏离 赐福所有团队同工 赐福所有的家长 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手里面 同盟造就 同得恩典 谢谢主的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了 虽然参与完岛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做了父母或者祖父母了 甚至 我们不是儿童的年龄了 当然了 不过也让我们的心灵 永远保持像儿童一样 单纯 有信心 跟从主 愿生祝福你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